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是8月8日 8月7日是立秋 立秋之后 以中国的节气计 就已经是第13个的节气 我都不记得是节气还是棋 没有所谓 在这点里面 我们有24个节气 13个始终过了一半 多一点点 立秋之后 应该就是 热气会慢慢消退 而秋风将会起 秋风是会相费的 秋风在中文医学上说 贖金 金是会相费 而费是会和什么有关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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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